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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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的Computex 2019特別節目 這次我們到南港展覽館一館 尋找Facto Design機殼的蹤影 期間我們也順便採訪了一些記憶體 鍵盤 板場等 那我們馬上來看看豐富的介紹吧 嗨 各位Enterbox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Facto Design的行銷Aden 那今天就是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跟S-Rock一起合作的機殼 再來是我們Match by S2 然後跟S-Rock的Phantom Gaming 合作的概念機 那這個機殼的話 我們是把前面板 還有它的玻璃 側邊的玻璃 拆下來拿去特別做 UB的直噴印刷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裡面的 其實整個 Facto Gaming的系列 其實是滿好看的 然後搭配我們家Match by S2 其實可以呃 呃 可以直接從這邊進去 那從後面出來 那如果說玩家在 對於針對 喜歡打GAME的玩家呢 其實很適合買Match by S2 那現在大家各位來看到的是我們在G-Scale 和G-Scale合作的 機殼組裝 系統組裝 那主要是搭配我們的Device 2 呃 還有他們家的 黃家吉 記憶體系列 那他們家的記憶體可以看到就是 呃 他們的RGB燈光其實滿特別的 那其實我們家Device 2的話 它主要是主打它的靜音功能 所以如果說 我們現在是已經把它的玻璃拿掉 所以當然當你在玩遊戲的時候 如果說你要RGB的時候 然後又要安靜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我們家的機殼 那這一款它是搭配GIGABYT的顯卡 這樣子 是由Beats Power來組裝 那整個一集的搭配是 是比較偏暗色的色調 那現在大家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另外一款機殼 呃 是我們的Mesh 5S2 一樣它是主打散熱 那裡面也可以兼容到很大的水冷支援 像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邊其實它可以裝很大的水幫埔 好 大家好 我們是Daki Keyboard 那這支是Shine 7 我們去年的旗艦機款 對 Shine系列的 那它是全RGB背光 那我們的優勢就是 我們的鍵帽都是PPT二色成型鍵帽 那 那空白鍵我們會附上每一年最新的 生肖年限定的空白鍵 像這一支就是豬年 那 這一把的是黑蓋設計 那 它主要的特色就是 上面是金屬切削的髮絲紋 那我們所使用的金屬上蓋是 新合金的 那它的強度是鋁合金的三倍 對 大家好我們是Daki Keyboard 那我們是 致力於製造 機械式鍵盤的廠商 對 那像我手上這一支 是我們今年新推出的金屬60%鍵盤 它叫Meka Mini 對 那像在Adam Adam手上的這一支 是我們去年的旗艦機種 叫Shine 7 我們的優勢就是 我們使用的都是全PPT的Double Shot鍵帽 二色成型鍵帽 對 那它是比一般ABS還不容易打油 那手感也是非常的耐磨 Adam是我們很好的3-party的廠商 對 他們是Fractal Design 製作很棒的機殼這樣 感謝Sean的介紹 那 其實這一次就是很高興能夠跟Daki來合作 那這一款是我們跟BizPower 還有Daki一起合作的改裝的機殼 那這一款機殼呢 它除了四面玻璃之外 那它裡面可以有很好的水冷支援 那如果說各位玩家喜歡做RGB的話 其實很適合把RGB的零件放在裡面 然後這樣的話整個四面都會很漂亮 一個卡車的設計來展現我們的產品 那同時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有我們跟Fractal Design合作的一個風扇 那展示在這邊 那另外的話 這邊有一些水冷的一些設計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是有展示我們的CrossX的DRAM module 在這邊 那同時我們這邊會有一個螢幕 來顯示我們產品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這邊的地方 我們在這邊可以選擇 我們下方的視頻 故讓我們收視頻 這些調 chemistry 可以進行嗎 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塔的 都是很有效值 我們在這裡